同學待會這邊我們要來練習 剛才是Ctrl 那我們練習選曲 那因為我這邊先解釋 你這邊有發現有一條線在這邊 這邊也有一條線 這個不是我畫出來的線 這個功能叫凍結 待會我也做給你看 你只要記得這樣滾了滾 永遠可以看到前面的四列 那左右這個卷軸一直卷 你有沒有發現我要看最高分最低分或是什麼的 我這樣對準 是不是很好讀取 因為有時候未來資料念多 這個功能很重要 那個功能叫凍結窗格 凍結窗格 待會我會做給你看 那因為這個現在已經有了 先理解這個功能叫凍結窗格 OK嗎 那我們怎麼先取消 我先教你好了 來 進來我們的檢視 跟眼睛看到有關 凍結窗格點進來 因為它現在有凍結出現這個虛線 這個虛線 這個虛線 這個虛線叫做預覽列印是不會有的 那這個功能叫做凍結 我先取消 就虛線就不見了 所以現在捲捲捲捲捲捲 就看不到前面的列數 有沒有發現 那往右轉捲 往上 往右捲捲捲 你會發現看不到左邊的欄 聽懂嗎 很多人就去做這樣選取之後去做凍結 聽懂嗎 又去選AB兩欄去做凍結 這觀念叫錯誤觀念 同學 凍結窗格 你會發現它的概念是 去點選你要讓我看到的交集出來的格子 我這邊我看一下有沒有擺一擺 等我一下喔 待會兒的畫面是這樣 你要看到 你要讓我永遠看到 上方的列 左方的藍 你要的是選格子 這個格子被你選到 去做啟動凍結的概念 動格子 概念可以嗎 動格子 因為你要眼睛要凍結上方 那你要凍結開 所以待會兒請問我要選哪一個格子 C5 答對了 C5這個格子 聽懂喔 所以有做凍結的功能 成功了 就成功了 聽懂嗎 如果我現在要取消 如果我現在改成只看到前面的四列 所以我要凍結哪一個 A5 我就凍結 所以你會發現我永遠只能看到我的列 那個下面的列 可是往左就沒有 往右就看不到前面的 因為我剛才沒有凍結我們的前面的藍 這樣概念可以嗎 好 來 所以待會兒先取消 已經有凍結的先取消 原本已經有的先取消 取消就是按這一顆 好 故意試看看是不是已經沒了 好 待會兒我要凍結 請你點選啟動你要交集出來的格子 再進來凍結窗格 所以未來聽到滾輪滾下來 永遠固定的那一個前面四列 往右捲捲捲 永遠會凍結A離兩欄 這樣概念可以嗎 好 來 這個叫凍結窗格 很重要的功能 來